好,大家看一下,我这个B,我现在用,老师用B,老师用B,为什么用A,不用A呢?老师会用A啦,好,我们先写一个variable,代表它是一个变数,那我们就把打一个origin,原来的A的X的位置, 然后我们把它宣告成number,number,number,好,然后我们先这样宣告,这是标准的宣告,标准的宣告,好,先把variable,然后它的Y,origin A跟AX都是number,所以从此就把它宣告全部的, 好,A,刚刚A嘛,然后这边B,B,告诉录嘛,B,这个C,这是B,BY,所以我先告诉他说,这个全部都是,这个先告成变数,ABCD, B,那这个变数是数number,数字的变数,然后1,1,好,最后一个,P,好,我先告好这个变数了以后,那我要做什么动作呢? 我要做一个动作就是,我的A啊,A,A我不,我先不做,我做B,好,那为什么我做B呢?好,那因为B它是不对的,所以B呢?我跑到B,strap drag B这边来,ABCD,E,B这边,B这个,当我stop drag了以后,那我要把刚刚那个, 现在这个,现在这个Digital,Digital,B的X,它的X,等你,Origin,所以上面这个B,Origin B,X, 好,那因为我现在,Origin B,X,好,这个,它的Y,等于Origin Y,好,那Origin,我先告它, 可是,我还没有,我宣告我要再做一个动作,我现在没有做这个动作,那,除了宣告以后,我要再做一个动作,就是,刚刚宣告了,A了,那我要再把这个宣告这个A呢,先要去设定它一开始的值,在这边,我先把Origin A,设定为,Visitor A, 设定,就要用等你,等你,Visitor A的X,OK,Y,就是Visitor A的Y,等你Visitor A的Y,好,我一开始先设定好它的位置了,那同样的,刚刚那个是,好,如果是B, B的Y,好,等你B之前的,B的Y,我还没有动之前,就是还没有去动它的时候,好,那下面这个呢,是动完了以后,动完以后,我的位置不见了,可是我要让它拉回自己的位置,所以你可以看到,它的做法是这样子,动完了以后呢,我把B,拉到这边,它会回来, 它答案不对,B,B不在这边,所以B,你在这边就开始做了,B不管你拉到哪里,它都会弹回来,我要让它弹回来,就代表它不对了,小朋友说,哦,这个不对的话,一定就弹回来,它在测试,都不对了,弹回来,那A呢,因为我没有做完,所以,A是对的,那怎么做呢, 我先做B不对,C也对,所以,C,D,B,D,E,这三个都要做,不对的,好,那我这三个都不对的,所以我B,D,E,我先做B,D,E,哈,我知道B,D,E不对,所以这边,B,D,E,好,B,做完后,先把它设定位置,先设定好,C,C是对的,哈,C,CY, 那C,你说,哎,老师,对的,你为什么要做,你对的,还是要做,为什么呢,因为有人,他如果没有移到这个框框的时候,他还是要弹回来,除非他移到这个框框,他才会不会被弹回来,所以我们C还是要做,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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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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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就不要管它,A因为它是对的,所以我们做B不对的 C也是对的,就不要管它了 B是不对的,所以我在stop的时候,stop drugs 我要让它弹回来,所以这是D B stop drug,这是D D 好,那这边要改成大写的D 它去抓D的位置 然后没位置我们不知道,所以我们就抓它D的位置 好,那再回到E的地方,E也不对 所以我们E也要改 E E 好,这也是E EX,EY 位置要弹回来,原来的位置 好,那T是对的,我们就不改了 好,那 那,这样子我们做起来的时候,我们先做不对的 那不对的,每一个大概都会,都会弹回来 对的 它不弹回来,不对的一定弹回来 不管你放在哪里,它会弹回来 那T是对的,所以它不会弹回来 OK,这三个是我们的答案,CAT 好 现在东西来了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,让它来到这边的时候不会弹回来 就 它就斗在这边 好,等一下我们来做这个动作 先把不对的全部,就这三个对,把其他不对的全部就弹回来 弹回来,这弹回来 弹回来,弹回来 弹回来 这个卡住了,这为什么卡住,这是一个bug 我们以后再讲这个bug 好,它会被卡住 这个bug等下我处理完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好,先写到这边 好,那确认可以弹回来了